我很 住在马来西亚雪兰儿的古纳孙德利 一个人要照顾两名孩子 35岁的他曾经有过一段伤痛的回忆 爸爸他很多喝酒 他不喝水 他会用水 他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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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会儿五岁 他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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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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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家后 古纳孙德利投靠娘家 还要照顾患有罕见疾病的小女儿 因为染色体异常 小女儿心脏有恐 肺部不健全等问题 需要经常出入医院 面对人生种种磨难 古纳孙德利曾经怨恨过 后来认识慈悉 志工鼓励他每天投竹筒 学习转念 他相信然后他去实习 所以他的生活 他的理念有改变 比如说他去陪伴 各地的独居婆婆 我们也是想不到 心开意解 现在的古纳孙德利 因为跟随志工付出 学会知足也放下了怨恨 他苦的源头是在野 是内心的那一个的怨跟那一个的恨 所以是从急的这个角度 我们去溯源这个苦的源头 然后是暗主他自己也看到了 然后他就是这样 他找到醒药 我在手中的始终 总有一天要放手 真心付出的感动 别人带不动 大约新闻黄志峰林彦均 马来西亚报道